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合唱是最考验歌手唱功和默契的 这要是二缺一啊 那现场简直就是迷之尴尬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些光是看了就让人尴尬的神机现场吧 说真的看了这现场啊 老郑才发现当个艺人也不容易 感觉这俩人啊 在台上能不翻脸都已经很不错了 更别说互动了 俩人连演示的对视都没有 张绍涵更是全程都没有上台 也是很尴尬了 这俩人在昏变传闻后的第二天 貌合神离的情歌对唱 堪称史诗级尴尬 这也是这对夫妻破裂前的最后一次同台 网友们纷纷调侃 这是表面笑嘻嘻 心里妈买皮啊 I promis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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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身离开 分手说不出来 还要跟你相伴 只是一场意外 这应该是周杰伦最尴尬的现场了 沉思思这高音一出 差点把周董都带跑掉了 明明唱功都在线 可这搭到一起啊 咋听都不和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有什么好听好玩的音乐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老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